哈囉歡迎再回到影子的遊戲空間 我是影子 今天呢從醫院回來的時間比較早 所以我可以廣快的錄一個影片給大家看 今天主要是要介紹怎麼打光操給大家看 那大家知道我媽現在腦膜炎 所以我常常要跑醫院 大多分一整天都會待在那 如果沒有上班的話 所以我能錄影片的時間會比較少 像這一集的話我可能會很快的帶過 就是簡單給大家看一下裝備 然後用哪些角色去打光操 有些哪些要注意的地方 就不會...不會錄太長 然後我可能也不會剪接 可能會直接上傳到Youtube 不一定啦我等一下看一下 時間夠不夠好了 那如果直接上傳到Youtube的話 就有一些...要等待的地方 大家就稍等一下囉 不好意思因為現在非常時期 那首先介紹一下角色給大家 我打光操的角色 武獅是藍矛 武獅一定就只有藍矛 因為藍矛是重力抗性 光操有重力抗性 然後我的坦 其實也不是坦啊 這是算輸出 因為我給他的裝備是裝輸出裝備 但是他是佔第一隻 所以算是半坦半弓吧 就是他是專門坦住他光操的傷害的 兵器少女 這隻呢如果你沒有這隻的話 其實用斯庫爾的也可以 只是斯庫爾的大招 他的招式呢 打光操並不是非常有用 因為他的招式是光屬性的 雖然坦得住 但是傷害就會降低 因為兵器少女的話 全部裝攻擊裝其實也是可以 坦得住的 那我這邊裝了一個 他的專武的原因是因為呢 他專武可以保護其他角色 所以呢其他角色會比較不容易死 大家如果我打光操 最容易遇到的問題就是 月神很容易死掉 月神呢他本身的光系抗性不高 所以呢 這隻 需要有幾點要注意的就是 別隻角色 欸哇我已經中斷了 看像這樣子我沒有 如果直接上傳的話呢 這邊大家就需要等待 有時候錄一下影片錄到一半 他會連線中斷 這我也沒辦法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有時候會這樣子 那大家稍等我一下 我等一下再回去介紹一下月神 月神那隻角色 因為他是暗屬性的嘛 本身的光屬性抗性非常低 所以他是最危險的一隻角色 那我其他角色我就會帶盾啊 還有兵器少女的專武啊 可以幫忙保護一下那個月神 保護一下這隻角色 讓他比較沒那麼容易死啊 那另外 我的藍毛的 甲磚跟真磚都有裝備 那原因也是因為 要幫月神補血 然後我月神本身呢 我又給他裝備一個草帽 就是本身偶爾還會自己回一下血 就是非常不容易死 這樣子弄起來的話 其實打光操 打光操的時候 我的月神是完全不可能死掉的 沒有機會死掉 我反而是那個 藍子 藍子其實可以換成其他角色 因為藍子他會被 他會被 那個叫什麼 制裁嘛 就是不能補血 然後每次補血 會減一點點的光屬性攻擊 那藍子 有一個好處是他的 光抗性非常高 怎麼讀黨讀那麼久啊 藍子光抗性非常高 所以他 就算不能補血 他其實還是撐得住 只是他血會一直慢慢減慢慢減慢慢減 給大家看一下 奇怪他Loading好久 怎麼回事 一直在下載中 你在下載什麼 剛剛都下載完了 超久的 奇怪我覺得他好像把我的遊戲 資料全部刪掉是不是啊 連角色都要下載 因為我才剛剛我才進去系統裡面把那個 所有的遊戲資料都下載完了說 然後他現在又讀好慢喔 好奇怪 可是我今天又沒有時間剪接 我覺得 今天還是不剪接了 等一下我會直接上傳 上傳影片 好 月神的裝備給大家看一下 呃 時裝嘛 然後最後的魔導書呢 這個也蠻重要 是打那個 光抄旁邊 的水晶用的 然後他的專武也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他的專武會 打在那個 水晶身上 殺水晶專用 打光抄比較注意 要注意的就是要趕快把水晶殺掉 戒指的部分呢 兩個 魔攻的戒指 然後兩個血戒 那女王游泳圈也是血戒一種 因為他 他的被動就是生命之流嘛 那這個未來的 鑰匙鍊呢 是以前初音活動的 裝備 那他也是增加魔法攻擊 然後加回避 貓女的話呢 主要全部都裝 攻擊裝就可以了 那我這邊有裝一個盾 主要原因也是因為 月神容易死 所以我這邊裝一個盾呢 可以 讓乙方低的 HP低的兩名成員 減傷40% 這也是為了保護月神 跟保護那個 藍子用的 因為藍子他這一打 光抄是完全不能補血的 他會從頭到尾都是在 制裁的效果下 所以我會裝備 這邊有一個盾了嘛 加上兵器少女的那個專武 就等於有兩種盾 那藍子在這一關也是非常重要的 這我裝備還沒升滿 所以其實升滿的話 會更穩一點 我現在是 手動啦 我打光抄 需要手動 但是100%過 那自動的話呢 大概只有1%的機率會過 所以自動的話 我現在還沒辦法 就是裝備大部分都才 40級左右吧 這種50級的比較少一點 好 裝備給大家看完了之後呢 這邊要記得那個 藍子啊 帶的裝備要盡量帶 就是打後排的 然後暗屬性箱 這一把是最好的 因為他剛好打在後排的 最後一個人的時候呢 通常那一顆水晶都是 魔法水晶 他 光抄滿特別的 他光抄他的 跟他佔同一排的水晶呢 有一顆是魔法 一顆是物理 然後他的後面那一排 也是一顆魔法一顆物理 那同一排上面 一顆魔法一顆物理的時候呢 魔法那一顆是在物理的後面 所以藍子如果帶 任何打最後排的東西的時候啊 因為藍子本身是物攻的嘛 你帶打最後排的 打最後一個 敵人的時候呢 全部會打在魔法水晶上面 所以正好可以把魔法水晶消掉 這邊圖長有點久跟大家說一下抱歉 不知道為什麼他 好像把我的資料全部刪掉 超奇怪的 剛斷線之後就變這樣了 莫名其妙 我有光抄等一下打一盤給大家看球 不想打 不想打太球 今天比較沒什麼時間 所以趕快錄一錄 趕快上傳 趕快休息 我明天還要出門 明天一大早又要去醫院 我媽明天要做 一個腦部的掃描 然後 現在我媽就是 只能打抗生素 然後其實沒有什麼其他的治療方法 就是只能一直休息 然後持續觀察狀況 那明天呢 做腦部掃描之後呢 醫生會跟我講說 他們那邊有什麼 就我媽 頭腦還有沒有感染 或者是那個抗生素現在進行 到底怎麼樣了 他可以看得到 然後會再跟我說 所以明天我要早點去醫院 還蠻重要的 那他們造完 然後不少秒之後 也可以跟我講說 他們還有什麼可以幫助我媽 他們還有什麼可以做的 那個 也是明天造完才適到 所以 希望 我媽趕快好囉 醫生已經跟我講說 我媽的聽力 只有三分之一的機率 會回到正常 所以呢 呃 希望上天保佑吧 我只能為我媽祈禱了 其實 這邊的招式都是有就放 那比較需要手動的原因呢 是因為 我們這個Limit Burst 在 有這個全體大招的時候呢 一定要挑 月神的東西 呃 月神的大招放 因為月神大招是暗屬性的 然後呢 除了暗屬性之外 這一招又是魔攻加武攻 所以呢 所有水晶都會被打到 四顆水晶都會被打中 那如果選擇 藍矛的 大招放 就完全沒用 那其他三隻都是 物理攻擊的 所以魔法水晶又 呃 物理水晶又打不中 所以一定要選擇那個 月神的大招才行 不然其實 平常的時候其實可以按自動啦 只是大招要放的部分 就要自己手動這樣子 這邊也可以看到我的月神 其實不會減血 因為 又會上盾 你看他前面一直幾乎都是有盾的狀態 又會上盾 然後 他自己本身也有裝草帽 啊 藍矛的兩個專武也有裝 所以他幾乎是不怎麼間接的 如果沒有盾啊 藍矛沒有裝 真假專的話 呃 月神是 有蠻大的機率會死掉 那現在 比以前好打很多的原因呢 是因為 現在角色被動 就是 重力抗性是 不用帶戒指就有了 所以比以前好很多啦 我們月神啊 就是所有角色都可以多帶一個戒指 就多帶一個手勢類的東西 所以會比以前 門檻低非常多 可是差很多 我真的覺得差很多 那還有一點就是呢 是有一個 秘密啦 就是在每一回合 boss不是有三回合嗎 因為他有三條血 就每一回合的剛開始呢 其實水晶他還沒有上他的防護罩子 那時候 用這些全體招啊 其實 物理攻擊打物理水晶還是會打得中的 但是那個時間大概只有 一兩秒的時間 所以要趕快用 像這邊我直接放兵器少女的招式的時候 有機會 連物理攻擊的水晶都可以打得中 哇來不及 他這次放比較慢 我測試過月神的可以 兵器少女的不行他放比較慢 月神他是打一排的嘛 那 一般來講那個 魔法水晶在右邊那邊 月神是 打都是零低 這邊零低有沒有 但是在每一回合的剛開始呢 直接放月神的招式的時候呢 其實物理跟魔法水晶都會打中 因為他還沒上盾 兵器少女的太慢所以 測試不到給大家看 大家可以有興趣自己試一下 就是如果每一回合的剛開始 全部放的話呢 其實有很多隻角色 就是 水晶是完全 沒有防護罩的狀態 都可以打得中 可是 好像只有一兩秒 那個時間非常短 所以 光超上一次出的時候 我根本就沒辦法打他 現在呢 角色被動 不用帶戒指之後啊 整個門檻變超低的 跟以前差很多啊 以前我連碰都碰不了 完全沒有可能贏過 現在其實只要手動的話呢 是100%贏 我還沒輸過 那自動的話呢 三盤只能贏一盤 機率蠻低的 這一關 比較需要用到手動 自動會比較難一點 好啦 我要趕快結束今天的視頻啦 謝謝各位的收看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幫我按一個讚 或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不知道什麼下次 下次不知道什麼時候會再見 呃 我只要有空 我盡量就是 趕快拍影片 那 如果很多天沒上傳的話 在這邊跟各位說一下抱歉 因為最近真的是 非常時期 好啦 下次再見囉 各位再見 掰掰